素食店的餐點 一份漢堡 還有薯條 再給你一個蛋塔 以及可樂 像這樣子我們實際買要185塊 不過現在網路上就流傳了一個廣告 說這些餐只要49元 但要小心是假的 千萬千萬別上當了 詐騙網站上顯示購買肯德基餐點的電子票券 只要49 看著價格實在太優惠 陳先生一次買10張 選擇信用卡支付 但問題來了 填完個資後 驗證碼等好久 直到過程中 收到銀行的刷卡異常通知 他才警覺自己被騙了 實際查看類似的詐騙網站 大膽冒名刑詐 直接在左上角挂上素食店logo 還搭上618購物節想取信消費者 原價276的餐點優惠價只要49 但奇怪的是右下角的倒數計時器 也一再重新計算 對比官方發出的正版優惠券 不管是主視覺商品牌版幾乎一樣 只是真的比詐騙的售價多了100塊 對此肯德基在臉書粉專發出聲明表示電子票券相關的業務 除了在官方APP發行外 只認定宜瑞智慧及康迅數位為正規合作發行人 也就是說目前只有官方APP一個銷售通路 民眾物刷假優惠券付錢拿不到券之外 信用卡個資更被詐騙集團掌握成為倒刷肥羊 民眾物必睜大眼睛以免受害 TVBS新聞 虛空商語捷台北常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